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点也不考虑自己实际情况 还总想着结婚 我觉得我俩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我对她的爱更深 但她总嫌我太黏人了 为什么我可以付出全部 她却不可以 她对我很不信任 总让我围着她转 她嫌我不离心 我觉得她才更敏感 我对我们的未来挺迷茫的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钟先生29岁来自广东 模特 女嘉宾陈女士29岁来自广东 新媒体戴运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同学是吧 大学 对 那恋爱几年 从大学开始到现在吗 不是 一年多 为啥 因为我们之前大学 就只是普通朋友吧 一直都有联系方式 但是呢 一直也没联系 然后在我前段时间 就是结束了一段 差不多七年的感情之后 我不是分手了吗 然后心情不是很好 就去旅游了 然后发了朋友圈之后 她看到了我的朋友圈 就过来评论了 一来二往的才聊起来 后面就觉得 我点开她朋友圈看 以前读书就感觉她平平无奇的 但是感觉后面越来 越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我就觉得 会不会是下一个男朋友呢 就稍微主动了一点点 然后两人才在一起 现在你们女生 都那么好色的吗 下一个男朋友 拿下 是吧 对 那不然图啥呢 行 这为啥来 要结婚是吧 在一起一年多了 然后我一直觉得 就我有跟她讲过 结婚这种事情 但是感觉好像 她一直也没有给我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加上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很多事情 感觉她很敏感 小心眼的 就有点玻璃心吧 有时候跟她沟通 感觉咱俩也解决不了问题 就想说 要不咱们上节目 让大家平平理去 好好好 从哪开始 我想想想看 要不第一件事情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结婚的念头吧 因为除了她好看这一点 让我有结婚的一个念头 然后最主要的是因为 我家里面出现了一些变故 就我爸妈离婚 然后当时呢 我爸身为过错方嘛 然后我想 帮点我妈妈什么东西 我就帮她找了个律师 去打这场官司 但这件事情 在很多人的眼里看来的话 我是有点不尽人情 大义灭轻的这种举动 我当时有点重视之敌吧 然后就 全世界感觉没有人理解我 特别的无助 但她当时知道这件事情 她毅然居然地站出来说 你按照你心里的想法 你要怎么做就去怎么做 我都全力地支持你 就是当下那一个瞬间 我觉得她在我心里的形象 一下子就高大起来了 我当时就想 这辈子我一定得嫁给她 这种感觉 然后因为她个人比较腼腆嘛 我就时不时地想敲打一下她 就我想结婚的这种念头嘛 但没想到 我一跟她提结婚的事情 她立刻就给我拒绝了 你那是想跟我结婚吗 你不就是证明给你那个爹看吗 你跟我结婚目的就不纯 我怎么就不纯了 我爸爸当时那件事情 我觉得是你误会了 啥事 是这样子的 当时我不是 刚结束一场七年的恋爱吗 在我父亲的眼里就会觉得说 你跟一个男的都谈了这么多年了 你都没能嫁出去 那你这辈子肯定没有那么快嫁出去 然后我把这件事情跟她讲了之后 她会觉得说 我是想证明给我父亲看 所以我才跟她提的结婚 但事实上不是的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谈婚论嫁有什么不对的 除非你原本就不是 抱着要结婚的目的 跟我在一起的 我当然是抱着结婚的目的 跟你在一起啊 但是后面之后 我拒绝了她之后嘛 她就是说先不结婚的话 先见一见她的母亲 然后我见完她母亲之后 我更加坚定了 就是我们先不要结婚的这个决定 为什么 去了她家之后 我发现她家条件挺好的 她家是从商的嘛 就是住洋楼开豪车 条件挺好的 但是我原生家庭就是 跟他们差了几个阶层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有点 门不当户不对 但你不觉得这些东西都完全是你自己自尊心太强了吗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啊 我并没有嫌弃你什么的 以后我们结婚了之后压力也不会有那么大 再说了以后我的就是你的呀 你顾虑什么 这我觉得不是我们结不成婚的理由啊 结婚又不是儿戏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是两家人的事情 我想奋斗几年 我再可以给你美好生活的前提下 我再结婚不可以吗 你这不是过于敏感了吗 而且不说这些 有一次同友聚会的时候 我跟着他去朋友聚会 那我正常开车送他去嘛 而且他朋友也认识我 大家就只是开一句玩笑话说 你真羡慕你啊 女朋友天天开着豪车来回接送你 你这是帮上个小富婆呀 朋友开玩笑不是很正常吗 他听在耳朵里面反应就特别大 他当下直接就讲说 哎呀什么富婆呀 他现在连工作都没有 一天天的还要靠刷信用卡过日子 我觉得有些东西 咱们俩关上门 怎么讲都没有关系 但问题在那么多人的面前 我不要面子的吗 所以我说结婚真的还不是时候 对对对对 我没弄清楚 这姑娘到底是有钱还没钱啊 她是之前有过巅峰 但是她现在就是低谷期 我现在事业停摆了 然后我信用卡 其实申请了五六年下来 我一次都没用过 我就用那么几次给她看到了 她一直拿贱信来说是 我很多甲方欠了我为款啊 我要过日子我没办法 我就只能刷信用卡线啊 人家还我钱 我立刻就能还上的呀 所以这逻辑不就有问题了吗 也就是说她没有那么多的财富了嘛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她现在 结了不就完了吗 你也没那压力了吗 什么富婆不富婆的 可是她现在 就是她现在还不是结婚的时候 我觉得她还不是很成熟 我觉得她现在就是 在经济还是路不复出的情况下 还是大手大脚的 我拉都拉不住 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开车 就是她油都快加不起了 我说有些时候 我们坐下地铁不可以吗 然后有时候 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 她要去抢着买单 装大款我真的 然后还有就是去汉堡店的时候 吃个汉堡 她非要加她那个额肝 她说甚至没有 她说跟那个厨师说 我可以加钱 然后去咖啡店的时候 她说我一定要去 那种有拉花的那种咖啡店 我觉得她就是假精致 什么假精致啊 假精致我装大款 我至于跟你吃 十块钱一碗的汤和粉吗 而且我一直以来 过的都是这样的生活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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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门当户对的 核心恰恰就在这儿 小子你说对了 对她来说 吃汉堡加额肝 就是她过去的吃法 但是在你眼里就觉得装 对吧 那其实我觉得 两个人当中 有什么问题 可以慢慢解决吗 对不对 只要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我们的日子 慢慢的才能越过越好啊 我也有想着说 那她现在她想努力 那我也可以帮到她 前段时间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请了四十多个朋友 我想说 多介绍给她认识 因为她本身 她是做模特拍摄工作的嘛 看咱有没有项目合作一下 但很搞笑 我给她一一介绍朋友的时候 她就一直全身摆着个黑脸 我觉得她完全都不知道我的付出 为啥 你要不听一下 她那个时候 她是怎么介绍我的 这是我的男朋友 她在当模特 然后好帅的啊 怎么样 我感觉就是 我像是在旁边一个花瓶 那你帅还不让人夸了吗 包括就是 她在跟她朋友介绍的时候 她朋友也是这样跟我说 她说你要跟她好好在一起 然后我才会带你发财什么的 就是好像我要是吃晚饭 我才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在旁边真的就是 有点不被尊重的感觉 我朋友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不是吃晚饭的 肯定不是啊 不是不就完了 你管别人说什么 我后面朋友真的有介绍项目给她 结果她倒好 她很硬气 当时就给人拒绝了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这不对啊 她介绍那哪是什么业务啊 那就是给人家门口当礼仪 我是做模特的 那完全是两种性质 那可是礼仪不也是一样赚钱吗 礼仪模特 礼仪模特 那也是模特啊 可是你要尊重我自己的 模特的性质啊 我要是给同行知道 我给人家笑死了 那你可以跟我商量吗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的呀 对不对 哎呀 大小姐开始任性了 主要是 最让我受不了这件事情是 她跟一个女网友的事情 每天给我分享的 就是一些搞笑视频 天天给那女的分享什么 一些身材性感火辣的美女视频 天天都发 那不是你喜欢看那些搞笑视频吗 再说了 我跟她是哥们 我按的是群发 我不是单独给她一个人发的 那你发视频就算了 那叫宝宝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是我给她作品底下 作为一个人气的冲场 她底下的人 有很多人在那里喊 很多人在那里叫 不是你想象那样 我后面手机都可以给你看 你怎么那么多心思 那么多小心眼 她朋友那么多 缺你一个给她评论吗 而且那女的更过分 天天还给她发视频照片 在那里说 你觉得我穿这个好看吗 你觉得我穿那个好看吗 试问哪一个正常的女生 能够忍受得了啊 她就是发给我的时候 我也不敢说不好看 我只能说吹捧说好看 那是嫌 为啥不敢说不好看 那我不能得罪人家 为啥 女朋友能得罪 为啥不能得罪她 我就是敷衍一下说好看 就是我忙的时候敷衍她 就是她问我好不好看 对啊 为啥要敷衍啊 给自己惹麻烦 对啊 你们看 她在她眼里 她觉得这个女生单纯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 我这身穿搭咋要 见哥哥 就是她想见她的对象 她想要我给她一个穿搭建议 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他们之间的关系啊 不仅仅只是这件事情 后面还有很多 就比如说 有一次她不小心手滑 就是按错了 想分享视频 同一个视频给我们俩 按错了建群分享 她后面发现了之后 她很慌 立刻点了解散 但我也知道啊 那人嘛 谁不喜欢心肠美好的事物嘛 我知道我现在胖 我现在不好看 但是我以前也是有 好看过的呀 不是 你现在挺好看的姑娘 挺好看的 但我真的胖了很多 我自己知道 这只是因为我在跟前人分手了之后 然后心情不好 我假装现在这里长了一个肿瘤嘛 然后就身体急速地变化一下 胖了几十斤 所以我其实我自己也很自卑的 我也想变成更好的自己嘛 然后我想说 我得减减肥什么的 她倒好 我拉她说 你陪我去 撸撸铁啊 或者是吃减脂餐 她直接就拒绝我 就跟我说 那减肥是你自己的事情 关我什么事情 我觉得你真的喜欢我的话 你会花时间 花精力在我的身上 就像你工作的时候 不管前一天我多晚睡多好 我睡一两个小时 我一样早起起来 车接车送 给她到现场去帮忙 拿衣服给她拍视频 我觉得我都可以 这么奔赴式地付出了 为什么我看不到 你身上在我做的这一点呢 因为我觉得 减肥就是一个借口 她就是太黏人了 我觉得她是无时无刻 都想黏在我的身边 我觉得就是说 我可以给你空间 我也希望你能给回我空间 而不是两个人 二十四小时 黏在一起 你能明白我的感觉吗 明白明白 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看到了 我现在真的 我生活现在全部都是她 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她 然后我也很想我们能够有一个好一点的结果 所以你错就是你的生活全是她吗 她的心里面好像我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确实没那么重要 你的感受很对 是没那么重要 对不对 重要 但是我觉得 就没那么重要 我觉得是爱情是爱情 生活是生活 工作是工作 对对对 我会把她分得很轻 所以你看至少 我说没那么重要 就是至少爱情在你这儿 只有三分之一嘛 它在你的生活里是三分之一 对不对 因为我 首先 你不用说因为 咱坦诚嘛 这有啥 是不是 没有人说你错嘛 听见没有 她的生活 你占三分之一 其实比重很大了 你想你淘汰了多少人呢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啊 她现在给我的感受是 我不知道她到底喜不喜欢我 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跟她结婚 你感受到她喜欢你了吧 嘴巴上感受到了 但是行动上我觉得 真的还欠缺一点 好好好 我就弱弱地问一句 你喜欢她吗 喜欢 你喜欢她什么 我喜欢她 就她什么时候在你眼里是有光的 她社交的时候 跟旁边人谈生意的时候 我觉得她在闪光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她 你喜欢她 她在哪个瞬间 我觉得她有说还是比较细节的吧 就是在我还没开口 跟她说我要什么 说她就已经知道了我的需求 就有这一部分的默契在这里 行 我再问个问题啊 什么时候取的 我想就是在我收入 能够达到她巅峰两三倍的时候 我再去取她 她巅峰收入是一个月多少钱 大概十万吧 两三倍 那您哪年能做到呢 反正我有这个信心 不要找借口 没有做好取她的准备 这姑娘还没有完全达到你要求 为什么不直说呢 干嘛要绕啊 我觉得就是想等她再成熟一点吧 对啊 那你直接说 你说现在我觉得我们结婚还不适合 她的哪些层面让你觉得还不够呢 不成熟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她在生活的把控上吧 就是大手大脚 其实说白了 这个女生有些核心的东西 你是看不上的 其实不涉及好坏 只是你认为不好 听明白了吗 所以冷静下来 听听老师们帮你们分析 为什么女生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 有如此的焦虑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来 刘娜 这是所谓过度复出 换来的这个爱 你其实就是在牺牲你的边界和底线 来换得男人的更多的爱 当一个女人始终都处于 这种缺爱的心态的时候 你的心里就失衡了 这个时候又因为上一段感情 你受过伤 你就在这方面会变得特别的敏感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是她的问题 你要让自己能够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 当你自己爱自己的时候 有她我可以很开心 没有她我依然一个人精彩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 黏着她才能获得安全感 所以问题在你自己 姑娘 对于这个男生来说 因为她知道了你的家境 所以她开始内心给自己加了一些戏份 变得过度的敏感 你在抗拒很多事情 极力证明你比她能力强 然后说出什么 我的财富要达到你的两倍以上 我才能娶你 那我说个打击你自信心的话 那得猴年马月去 所以小伙子 如果你现在心态失衡 让自己变得很敏感的话 你又在你内心深处深刻地觉得 门不当户不对的这种的感情 让你压力很大的话 那咱们就说清楚 趁早转身走 别耽误姑娘 也别让她抱满期待 抱着热火锅一样 跟你这样相处下去 因为这样下去 她会越来越累 你也会越来越累 姑娘 不管怎么样 自我成长很重要 当你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的时候 那就自己去让自己变得更好 你不要指望说 让她陪你一起 所有的原动力来自于自己 明白了吗 加油 你是好看的 对 我这么正面一看 这个姑娘长得还真是 皮相骨相都很好 美人披子的样子 所以这没有什么好自卑的 你们俩最大的问题 你别听男生跟你说 他觉得你们门不当户不对 所以现在不能娶你 我真的觉得这是借口 如果他真的是自尊性那么强 你有钱的时候 他可能还真的说 不行 我得努力赚钱 你没钱的时候 他要真爱你 那不用你求婚让他娶你 他立刻说 咱俩早点结了吧 我给你一个安稳的家 给你一份自信心 给你一个支撑 他没有啊 所以不是说你们家 比他们家条件好的问题 是此刻的他没有那么爱你 你看他刚才其实说得很清楚啊 他觉得你最闪光的时候 也就是他最爱的时候 是你在跟别人谈生意 是你在跟别人交流 做事情的时候 工作中的你是闪光的 他爱的是那个你 可是你现在呢 事业停滞 你并没有去努力地 继续奋斗我的事业 工作让我闪光 让我男朋友 继续看到我的那个闪光点 你把自己的光芒拱手相让 也不知道让给谁了 然后全身心围着他当保姆了 还是什么 只睡一两个小时 也要车接车送 干嘛他自己没腿啊 他自己没手啊 不能打车啊 你睡一两个小时 还要送他接他吗 你把自己的光芒全部泯灭 成了一个围在他身边 温温绕的小蜜蜂 那不是他喜欢的女性的样子 你明白吗 我没有说我们一定要成为 自己男朋友 喜欢的那个样子 为了讨好他去改变 而是你忘了你自己的初衷 忘了你本来的样子 那不是你变胖了 你就不美了 而是现在你生活重心 和你前行的方向 都出现了偏差 你要去调整自己 当然我觉得男孩 你也要如实地告诉他 你的想法 别拿那套当借口 什么你家有钱没钱的 一个真正自尊心强 愿意给自己 未来一半幸福生活的人 不问出身 你家穷也好 我爱你 你家富也罢 我还爱你 你拿这个当借口 就没意思了 对他有没有爱 还愿不愿给彼此 成长磨合的机会 你自己清清楚楚说好了 愿意咱就继续相爱 继续相处 不愿意 痛痛快告诉姑娘 咱们就此别过 好吧 女生我问你一句话 你觉得自己 值得被他所爱吗 值得 那你就做出 你的相应的表现就好了 你现在所有的表现 就觉得 哎呀 我是不是配不上你 我胖了 生日不行了 所以我要对你 车接车送了 所以我的全部身心 都要在你身上了 否则 他就会跑了 是这种状态吗 不是 只要我有的 我都愿意给他付出 就不管是 别的条件 你有的都愿意给他付出 对 千万不要这样 有些东西是你的 永远是给不到别人的 你要抢给的话 人家会不舒服的 你想把自己朋友介绍给他 帮他去找到更好的 一个工作渠道 他不愿意的 他觉得 你是在藐视的 他觉得不舒服 你有时候可能不太懂 你就在被自己的那些付出所感动 对方想要什么 你不管 我给你就好了 对方会有压迫感的 不要去讨好 你做好自己了 他就追你了 别着急追他 男生 你真的喜欢他吗 喜欢 爱他吗 爱他 那为什么他现在没钱了 这不能是加额钢了呢 为什么不能呢 我是觉得他可以 在他现在经济 路不复出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可以 人家愿意 你爱他 他没有这个能力 你就帮他啊 你给他买啊 为什么你要 说他是假精致呢 你看得惯他吗 你看得惯他的朋友吗 你看得惯他的父母吗 当他在帮你的时候 你却把他的用意 做了过度的解读 他夸我帅 那是不是说我是花瓶 他给我介绍朋友 是不是说我没有用 拜托 你真的懂他吗 不懂 又不愿意去了解 说明你不爱这个女人 他的喜好 和你的喜好是不一样的 他的表达方式 也是你不喜欢的 他的朋友圈你也不喜欢 你们俩其实并不合适 至少现在看起来不合适 所以再了解一段之后 再做定论 继续走下去 还是各自安好 就这样 说句实在话 首先第一个 我不觉得他是吃软饭 但我认为 他家庭条件 和他个人的视野 对于你来说 是有致命吸引力 这里面分两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 你对他的吸引力 在于你原来身边 所有拥有的 那些光彩照人的东西 那些东西 如果发生变化 你对别人的吸引力 一定会大幅度下降 这是一定的 这就是审美 姑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认为你 失去思考问题的能力 就你在站在 这个男人的面前 就好像 就是我也有很多粉丝这样 我看到一个小哥哥 完全激动的 手都哆嗦了 我说不出话来了 我每天在那边翻他的聊天记录 你失智了 你知道 你一谈恋爱 就把大脑摘除了 你一点不可爱 当一个人跟八爪鱼一样 趴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另一个人的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肯定把它推开嘛 他现在不就在推开你吗 这就是你们现在的问题 你认为我在付出 错了 姑娘 有一个词叫泛滥 你所有的东西 都不是付出 不分青红皂白 不管他需不需要 我全给 这种别人会喜欢吗 他不会喜欢 你对于他的判断是有问题的 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喜欢你 他对于你的关注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姑娘 我觉得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 冷冷静静地 仔仔细细地去观察 这个人是不是又是一个有可能 你在他身上耗费七年时间 到最后有一场空的人 在目前来看确实是这样 至于 小伙子 我觉得你啊 就告诉他几件事 第一个 你现在对我的这种不顾忌 比我很讨厌 所以我要远离你 我要抗拒你 第二个 现在是我的事业成长期 我不能结婚 也不可能结婚 对不对 第三个 所有的相爱和结婚 建立的前提条件是平等和尊重 而不是死缠烂打 就这三句话 你就告诉他 就结束了 我相信你不是个坏人 你也能看到别人 对你所有的付出 既然如此 你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 最公平的结局 就告诉他这三点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喜欢睿智的陆琪老师 想找他 请教一二 大家只要关注 陆琪老师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爱宝的老粉 是有特惠的 对吧 新来的都有一份新人的礼包 我也是特别同意 陆琪老师的观点 咱把话都说清楚 到了这个一年多的情感阶段了 有人对婚姻有要求了 觉得这个情感该开花结果了 有人经过一年多的了解 觉得就根本不是那样 还不够 咱把话都说清楚 不要找理由去搪塞对方 那个对自己和对对方 都不负责任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60秒 我能够感受到 你对我的好 对我的付出 但是我们之间 还是有很多的误会 没有解除 然后我在想说 我们到底适不适合呢 我嘴笨 我不懂得怎么表达 但是 我还是想对你好 我知道我们当中 会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也知道 你心里所介意的东西 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可能是那种真的喜欢到丢掉了自己 像你说的一样 曾经我工作的时候 你觉得我闪闪发光 也可能是因为 之前前任觉得我过于强势了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只要在一起 都可以去解决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尾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预测一下 这还挺难预测的 我觉得男不出女出吧 我觉得其实男生心里是想走的 但是可能在这个舞台上 他还会给这个女孩一点面子吧 所以双出吧 我觉得应该是双出 但生活当中她们需要磨合的东西太多了 我觉得女出男不出吧 在 女生应该走吧 来了吗 回来了吗 有话跟她说吗 我觉得各自安好吧 谢谢 谢谢 请回 请回 真没出来吧 还有点遗憾 这一段还没到那个非分不可 还可以磨合 但这姑娘性子真是刚烈呀 来 了解下一位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结婚四十年了 我一直当牛座妈伺候她 现在我想为我自己活活 可她总想把我甩在家里 她现在花销特别大 依然都不为我们以后养老靠罪 还说现在不花什么时候花 我想多攒点钱 就要磨磨 她一直特别自私 自己潇洒性 就见不得我好 她退休这两年 我们总吵架 吵得我现在 心脏都不好了 她现在不把我当回事了 家里大事小事 我都坐不了住 她现在变化挺大的 我也不想总吵架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张先生62岁 来自天津退休 女嘉宾孟女士62岁 来自天津退休 有请两位有请 结婚四十年 闺女三十九 外孙女都上了高中了 初中 初中了 今年中考 那你懂啥呢来这儿 这开开心心地回家过日子 自己得了 说说吧 说说吧 我们结婚四十年了 就是她从来不知道心疼人 你说像储姬累个药吧 她就各种的反对 前几年你说我一直 当牛作骂在家里头 哥哥有饼 带着婆婆上医院偷袭 一找伞次 推着轮椅 婆婆住院 做饭送到医院去 晚上陪床 都是你 都是我 不容易 去年三月份迫不过失了 我都想储姬累个药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吧 没问题 没问题 她就各种反对 并不是没问题 她储家 要是一年储家一两次也信 储的太频繁了 多频繁啊 一年呢 五六次 甚至六几次 那没什么呀 咱们经历也大不到 那还没不上一个月一次呢 平繁吗 不平繁 你倒是保姆嘛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还有个解家日呢 对对对对 先生不是说那个家里经济上面 供应不上吗 其实也没有多大问题 你月月都花工资 你这月花完下月又幼了 你也要以后养老考虑呀 总想给孩子还打不点钱 他都是不着心疼你 人家要是心疼的 对吧 你说我家也经销了对吗 而且他姐姐要饼的时候呢 做了手术了 我也是接着我们家 我伺候了一个月 你要是心疼我的 你应该主动给我包个腿 对不对呀 让我储妻女儿要去 为啥不跟她一起去呢 她腰疼 走不了她 身体也不行 身体不行 吕雨婷不就行了吗 虽然说是开心了 可总你身体大不大 你储妻女儿去了 你必然得拍拍照吧 拍照 你一拍照 你不都得想买两件 漂亮的衣裳吗 应该的 那什么气泡啊 长得断地的 喜欢都卖呗 他并不是说喜欢卖 喜欢卖你传言性啊 我们家啊 大雨贵三个 98%的衣裳 都是咋的 你卖了也没事 要得卖一碗衣裳 那衣裳好几天都没闯过 钱还得赏门呢 那我当时卖 你不要的浪费吗 我当时卖的时候 我喜欢呢 那当家人我一看 我都又不好看 我又不喜欢了 你喜欢的总越多了 再说了我买的也都不是贵的以上 不是您不喜欢给它退了不就得了吗 那我刮时间长了退不了了 那您来了以后就赶紧试一下 不合适就退回去不就完了吗 我试的时候我喜欢呢 行 您是跟人家降不出力气 您是只求占有 不求喜欢 占有了就行 那我当时看着好看 行行就就 花钱花得比较猛是吧 那家里谁管钱 原来是他惯 现在我想惯也不让我惯 花钱太大呀 那我辛辛苦 我家付出四十年了 我灌了一辈子的钱了 真会凭啥你灌钱呢 都是因为你花钱太大了 再说了你说 卖菜做饭都是我 那你给钱办过去了 讲完事你还补干 我一辈子了 我收费少下找你要钱呢 那不可能的事 明白了 今天想来造反 想夺财权 人家说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还有别的事吗 听不懂 还有 闺女吗 去年辞职了 这不都是班样子 今天不要中靠吗 她不都得包补习板吗 三千了四千了 我都给她 现在有家毕业是挺贵的嘛 闺女都想换一辆电车 那我都跟她商量呗 我说那你说闺女也辞职了 孩子还得补科 我说咱们都给填个 六七万七八万的 都跟她商量吗 她不统一 并不是不统一 你填那性 那孩子本身没工作 我那次给两三万的 让她有点压力 得促进她找工作 你面试给那么多 她将来 但是我不想让她有压力啊 那以后打算吗 只要你上岁楼有点啥 你看啥都是以后打算 你严谦的日子 你讲过耗了啊 这姑娘不也结婚了 自己都有孩子 不该自己给自己弄吗 但是她现在不是辞职了吗 我就是一个闺女 我不想要生活 让她有压力 就是一个闺女 就是我们那两个 将来买的不还是她的吗 但是呢 我都不听她这一摊 我都偷着给了 行行行 您哪是偷着给啊 您就明着给啊 将旅行旅行 想买衣服买衣服 买回来的时候喜欢 一买回家了 我不喜欢了 我就不喜欢了 往那一扔 对吧 对 还有准备呢 孙女说 补课要钱 姥姥给 闺女说辞职了 要换电车 妈妈给 您这在家里面 就算横行霸道啊 还有什么 啥横行霸道 假如说都说我多 她啥都不干 翻来掌口 依赖身受 那您要去旅行 人家到哪伸手去啊 我走之前呢 我也给她包点轿子 放在冰箱里头 捞点病 有的时候 她不学炭膏吗 我都给她 那个蒸点 一米面的那个发膏 就是出门之前 我也给她做准备了 她得给把这个 老头的这个吃屎 就准备好 对呀 谢谢你 不容易不容易 接着说 还有什么矛盾 还有就是 早晨起来 早点给她弄好了 吃完了 走了 叼翼去了 不管这儿 叼翼也是一种 那个过老年人生活 也是一种相声 我们断练成地 那不也是过老年人 一种相声 我们断练成地 你说她 说她 说她 钓鱼 钓鱼 她钓鱼去了吧 一处去就是半田 肯定是中午翻手了 才回来 回来到家就吃 吃完了 进屋 都是以家 睡醒了 喂着沙发上的 都是玩手机 逗地住啊 下香气啊 电视看着 你说你一早晨 我给你烦 给你坐仙车的 听懂了 下午你应该坐坐了吧 是是是 对不对呀 就是回家坐 甩手掌柜 对对对 忘了没 还小酒喝着 哪个男人不喝酒啊 这句话你可说绝对了 肯定有不喝酒的男人 你要都不喝酒 那国家那酒卖给谁去 您是开酒厂吧 并不是开酒厂 我也为了国家弄空间 少喝点养 我也没喝多 在家总是一口肥 不是老师啊 他那手掌心脑 全整个都是烘的 哦 心脏肝脏啊 对 肯定有问题 我都不让他喝 他不停 他那战胜酒 我都给他盗了 我们俩都吵架 哦 你是在家喝酒 你不给我当了吗 哎 我约这同学储气喝去 呦 你在家不让喝酒 我为啥不约同学 晚上喝点酒去呢 而且嘛 他最近嘛 也是跟他省气 他喝完酒吧 他回家都吐 哎呦 那儿喝大 他不是 也并不是让喝大了 他倒是喝完酒吧 回家都吐好几次了 那到医院检查检查呀 对呀 我是省气 他说的我省气省的 你根本都不是那个 不是 得去医院检查 哎呀 我自己有瓶 没瓶碗吃不到 我要是不能喝酒了 那肯定是有瓶了 只要是想就喝都没事 你看说话都是这么尖 你要不说他好 但你越说他越不去 没瓶看啥这呢 你没瓶你为啥喝酒要吐呢 过去这喝三四杯都不吐 现在喝一杯就都吐 你不害羞 你看 我喝的 他逛前头是跟我省气 你说我还跟谁省气呀 得得得得得得 得你笑吗 跟女人 要去结婚的女人 降不出力去 有力也降不出 甲骨是降力的爹人 是江青的爹人 对对对对 听明白了 老头太倔了 不注意身体 您身体怎么样 我这天天跟他省气 那很耗得了吗 哎呀我的妈呀 这话都横着出来 您说我身体不好 不就得了吗 怎么不好啊 我那个天天 都是现在吧 干点啥不干点啥 都后背腾得要命 窜气也费劲 都是别气 去医院看了吗 看了 大夫说的心肌窃蟹 两点半三点半六 又发六 所以说呀 你才别气 创伤来气 他这个是遗传的 本身呢 他们家有遗传室 这心脏病 对我们家 是有家族遗传室 我爸都心脏病 他把人说是我气的 我又能给人 气出饼来 那我跟谁有矛盾 我去他 给他气出心脏病来 那你既然指着 我们家有家族室 那你少让我省气 你分的店家务呗 我干的家务啊 干了也说不好 不干了也说不好 所以我干不干 吃啥劲呗 所以今天二位来 我们这儿是要干嘛 我就听得云山雾绕的 我倒是 你说过了四十年 我也认了四十年了 那你说要是离婚吧 有点不指导的 对吧 不是那您来干嘛 你要是不离婚呗 你说我这锅子有堵心 天天来回来去唱 懂了懂了懂了 我都是想让老师们 开调开调调 让他关心关心我 从那个甲乌山上去 替我承担一点 在家别做甩手掌柜 对 是吧 对对对 说话好听一点 对呀 钱还得我管 对呀 我去旅行 你还得给我报名 对呀 我花完钱 你还得鼓掌 是吧 也不完全都是那个意思 就这意思 这就不能接受吗 这四十多年不都这样了吗 你退休你造什么反呀 他有个沙马兵 成天买事得得得 我也不乐意在家得着 对对对 问他钓鱼去 钓鱼是一种健神 对 也是开心 事都了解了 听老师们的分析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夏大老师 这你擅长 我为啥擅长呢 你爸也要喝酒 你也是闺女 你妈在家里 也是被压迫得 很深够的女性 就说到点上了 我发现 就是这个男人 一过了六十岁之后 管得太多 嘴太碎 就会变得非常的事 对对对 说得太对了 对吧 太对了 那是雷然犯了 没有你们犯 你们如果管得多了 我跟你说还是男人 更胜一筹 对 更胜一筹 这个开始算计钱 又开始管女人穿衣服 又开始管女人 出去旅游 又开始管女人 开始出去跳广场舞 那个烦哪 我爸现在就这样 简直就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以前 大家都在工作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我后来分析一下 原因是什么 以前在职场的时候啊 能够让她有找到平衡的地方 可是现在回到了家里面 这个一亩三分地之后啊 她的那个失衡感就会出现 可不是吧 所以呢 她就觉得 我现在回到家里 我得做主了 以前为什么家里你做主 你一个人说了算 因为她没精力管家里 她现在除了家里这点精力 没别的事干 就是个钓鱼 喝酒 你说那她不管家里 不管你管谁呢 对不对 你把婆婆伺候得好 你跟婆家关系处理得好 现在婆婆送走了 你好不容易 有点自由的时间了 你需要出去旅游 需要放轻松了 她反倒开始拦着您了 为什么 她需要您陪伴 对对对 倒是那样 她现在开始闹关怀了 开始闹找人爱了 你知道吧 她就是想让我呀 她现在就是闲得发慌了 为这波太专 没错 她就是闲得发慌了 说白了 其实就是这么点事 就是退了休之后 回归家庭 没有很好地 找到自己生活的重心 这是根 后来我就给我爸 我妈出了一招 我说你俩呀 实在每天吵得厉害 各过各的 你们一个内蒙古 一个海南 你们俩离得十万八千里 谁也看不着谁 分开 你让他俩分开 他俩还分不开 就开始担心 哎呀不行 你爸这身体不行 然后呢 哎呀你妈自己 一个人不行 我说你看 在一起还吵 分开还不行 说明什么呀 这就是伴儿啊 你离了这个 你不习惯 你受不了啊 你试试让你们俩分开 你出去旅游几天 刚开始那几天可开心了 后面几天 你就得开始惦记了 吃没吃上啊 穿没穿上啊 一个人行不行啊 是不是又喝多了 找不回家了 对 没错 所以四十年都这么过了 就没有必要纠结 让对方改变这事 如果没有办法改变 对方怎么办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对 您怎么开心 怎么来就完了 等到您出去玩 一两次之后 您就知道 哦 离开了之后 还是想 还是得回来 您也是 让他出去玩 玩够了 玩开心了 自然回来 笑脸相迎地伺候您 多好呀 还有最后一点 您不是医生 医生最有权利说 您的身体状况 现在是什么样的 机器最有权利说 您的身体状况 是什么样的 您自己是没有 这个权利的 而且您自己 也负不了这个责任 您现在 下面有女儿 还有外孙女 这边还有老伴 您要是倒下来的话 是给全家人 带来麻烦 所以 该去体检就体检 这事不能拖 我心里又跟我心里 我跟你讲 就这句话 我最讨厌 因为当年我爸 就是一直这么说 最后拖成了大病 别吓唬他 不拿这个吓唬您 那个时候不害怕呀 一直说 我自己的身体 我不知道吗 你们不用管 不用管 最后谁管呢 全都是我们单体 你要是真的 心疼自己的女儿 心疼自己的老婆 赶紧去医院 这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全家人负责 听见了吗 听见了 我们下了节目就去 是吧 来 严老师 我觉得这个先生 在退休之后 尤其是母亲 就送走老母亲之后 您这角色转化的 特别不好 我特别支持女士 人家这大姐 特别会过 是是是 人家退休比你早 对吧 人家退完休 虽然工作退了 但人家角色没退 还伺候老公 因为老公上班 对吧 还伺候婆婆 因为婆婆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人家该做的都做完了 现在没什么负担了 买点漂亮衣服 我摆在那看不行啊 行 找您啥事了 穿行啊 你买完了你穿行啊 那你刀刀是你 还有的那个钱 都没弄下来的 我就不穿 我放在那看我开心 行不行 对 我都是这个观点 所以结了婚的女人不讲理 我听起来 你这个结了婚的男人 才是不讲理呢 你说你们挣钱也好 或者到了这个年龄也好 咱为了啥 不就为了开开心 健健康康的吗 如果我花一百块钱 买了一件裙子 我特别喜欢 我放在那看 后来我不能穿了 我还愿意摆在那 我开心 一百块钱买个开心不行吗 你穿了也行 不穿 买完了不穿 我不穿 我就看着开心 是 看着开心 开心 开心 等一下 我问您 就摆着看 您买酒吗 就我喝了 有家里有摆着的吗 有 您别摆着呀 您摆在那干嘛呢 那盒还都被补打开呢 你喝了还吐呢 你不浪费了 对 喝了喝酒了 你喝酒 你不也得花钱卖去吗 这家卖鸡瓶就外是 你是要喝一点小酒一点点啊 不要伤身的酒 还说人家买衣服没穿 我觉得你们 其实是为了一个目标 我自己开心嘛 你能喝酒开心 他就不能买件衣服 摆在那开心吗 你家里买不买装饰品啊 你买不买这个喜欢的物件啊 严老师说的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到了咱们这个年龄 退休以后 我们就是要开心和健康 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对吧 女士说了 我也没有买特别贵的 我没有一下把这个月 咱俩退休金 都买了个没用的东西 对啊 量力而为 换来的是开心健康 对啊 得要个度啊 我再没有度啊 我也没买大几钱的衣服啊 那行 咱今天是这样吧 我来吃一个招 你不是不喜欢他买那些 不穿的衣服吗 他不是不喜欢你喝酒伤身体吗 咱今天都借了 你先借酒 他就借衣服 行 那是不可能 行 那是不可能 那你们自己做不到 你让人家做啊 你喝酒为了开心 人家买衣服为了开心 怎么你就不能借 人家就不能买呢 能买 能买 咱得讲理 你不讲理啊 你不讲理 有个招 阿姨 您回去把那个吊牌全剪了 对对对 咱穿了 剪了吊牌就完了 天天钓鱼 你陪他捋个行不行吗 女士也一样 他喜欢干的什么事 咱也陪他 你们要融入 你们俩的退休生活 不光是说各国各的生活 你们真的是都各退一步 我支持这个先生 有自己的小爱好 我更支持这个女士 在伺候完公婆之后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哪怕花了点钱 这个时候男人不能太小心眼 说你花那么多钱浪费 咱都辛苦一辈子浪费一点 又怎么了 他心疼女儿 是女儿不应该拿父母这么多的钱 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但是如果这个妈妈觉得 我现在养老的钱留好了 看病的钱我也有 我愿意拿出一部分钱 来帮助现在这么不容易的年轻人 生活得更舒适一点 你咋就不能支持他一下呢 这个我支持 没有说不支持 倒是一个孩子 我不支持 那你上来叨叨啥呢 他也要做啥 变一变 一切给他多么多钱 你要给三四万四五万 我都无所谓 让孩子也有个压力 你有压力他有动力 他现在上会儿也不干 如果你上给他点 让他吃香肠 我得想完事 真切你干货 这些都没问题 老两口到老了 商量着过日子 珍惜彼此的身体 珍惜彼此的快乐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去努力的 你戒不戒酒 不戒不戒 那你能不能让他买衣服 卖就 好 达成这个协议 我觉得减少一个矛盾 就这样 这三个女人 许总 跳脱一点 必须的 我非常同意大哥说的话 进了婚的女人就不讲理 讲理的女人 能把一个老公灌成这样吗 四十年 甩手掌柜的 天理何在 这四十年 要有个度 对不对 老公说得对 怎么灌了他四十年 不能继续再灌了呢 买菜 做饭 家务 伺候婆婆 伺候她的妈妈呀 全都是你 对 你太不讲理了 所以说要凭这个理的话 大哥 怎么凭 得从四十年前开始凭 过去的四十年 人家婚姻是过日子 您是过来享福来了 什么事都不管 自己有很多的爱好 这个理 他跟你讲了吗 你不也过来四十年了吗 现在 人家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 人家想想想福 捋个油 买个衣服 照个像 不行了 你要跟他讲理了 怎么什么都是您说了算呢 实际上来说 在过去四十年 大姐过的就是丧偶式的婚姻 没错 她老公在哪呢 给婆婆 进校那时候的儿子在哪呢 现在是说 我们不能灌女儿这个毛病 怎么全都是您说的对呢 你要负责任 而最应该负的责任 从哪步开始 照顾自己的身体 你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吗 我就喝 吐了 没毛病 我的身体我知道 你对自己身体都不负责任 你怎么能对你的家人负责任呢 你倒下了 还要累你老婆 还连累自己女儿 责任心在哪里 所以说大哥 好好想想小弟的话 过去四十年 我们欠人的 往后还有四十年 您都补回来 行不行 行不行 就住 我没觉得有问题 土育啊 挺好的 我觉得这不是正常的老两口的生活吗 他续道两句啊 然后你关心他身体 然后你要出去旅游 他再续道两句 不就这点事吗 不是我续道两句 是他续道 我知道 他也续道 你也续道 这不就正常老两口吗 那怎么就闹到离婚了 不至于 姐姐 不得认认呢 都是啊 不至于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你现在有点矫枉过正 什么意思 就是我终于要爆发了 就是我要冲出去啊 我冲出去的时候 你千万别拦着我 你要拦着我 那就是你对我以前所有付出 你看不见 是你辜负我了 是你不懂感恩 对啊 我能理解 我只是告诉你 退休了 他就是回家续道 因为他没别的事了 连虚道都不虚道 他憋去 万一要憋出兵来 怎么办 其实你们两人在这样聊 我心里面最大感受是什么 62岁才过上二人世界 大哥终于好不容易退休了 到这个时候 你们才真正过上了 所谓的二人世界 真正过上了你们两个人 应该在家里面 伴嘴的这个日子 我觉得这个日子 你反而珍惜一点 这个日子 其实在过去四十年 你们就应该过上 但过不上 为什么过不上 忙于赚钱 你要照顾婆婆 要照顾女儿 要照顾一家子的人 每天回到家累得要命 话都说不上几句 你也没有时间买衣服 根本没有时间为自己去生活 那是你过去的四十年 那大哥过去四十年 你有时间为自己生活吗 你也没有时间啊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其实你们两个现在半座 是个很温暖的事 终于可以关注到对方了 大家我说这么一句话 你想想看有没有道理 就是过去四十年 他根本看不到你买什么衣服 你买了衣服 标签剪没剪 他根本不知道 他现在他终于 把注意力集中到你身上了 对还是不对 有点对 大姐 他现在注意力 终于回到了这个家里面 这本身是个进步 只是他这个进步 进错了方向 他不应该把关注 回到家里面之后 演变成来说你 对 他应该变成别的方向 比如什么 比如干点火嘛 他在干活的时候 你也帮个大把手 这种关注度回来 他就喜欢了 他在选衣服的时候 或者这一件衣服 买回来之后 他试穿的时候 你提个意见吧 这个好看 对 我们应该给对方正能量 你希望改变 大姐虚道的毛病 你以身作则 你就告诉他呀 你看我给你正能量 所以慢慢的 你也给我正能量 这不就完了吗 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只不过 你们要重新开始一种 磨合的生活 谢谢老师 谢谢陆琪老师 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 想请陆琪老师 指点一二的话 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就能找到他 咱们爱情保卫站的老粉 还会享受到亲人礼 赶紧体检 其他的没什么 我觉得 这个才真是 爱情原本的样子 什么是爱情的样子 在一起的时候好烦哪 两天不在 你是觉得 他惦记你买菜 对吧 做饭 那你在外面 想他是为什么呀 你仔细一想 其实这才是爱情 原本该有的模样 唯一给您一个建议 我倒觉得大哥说得对啊 不能那么给闺女儿钱啊 疼也得有方法呀 惯坏了 还是攒点钱 行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92爱 真情的 老师们呢 也都说了 反正以后呢 我也都是少老的 但是你呢 这家伙子还是带分担 你不能靠一个人 我这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对吗 老班老班嘛 越老越洗老班 你说 救活了四十年了 离婚也是不可能的了 还是凑个这锅子 反正你都改给你的毛病吧 多帮我分担点假务吧 我定可能 问题本身 大那天也没干过假务 我干完了 你也 哎呀 那又不是例 定可能 血着 你不是血着 历史游少游少 必须得做到 行 你不是说血 你也不是三岁两岁孩子 行 这大哥还不如三岁两岁的孩子呢 三岁两岁的孩子 学习能力还强呢 六十多岁 没什么学习能力了 四十年您都干完 您指望他现在会啊 真的会不了 但是在这儿我提醒您一句啊 七十岁以后 活得长的健康的 都是在家里做家务的 这不是吓唬您 这是真的 他机能退化了 您琢磨琢磨 我说这有没有道理 我这买它钓鱼的 也想一切成一段链鱼 随您面吧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2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莎娜老师 你爸和你妈 现在关系到底怎么样 就是天天吵 天天就小吵小闹 每天我就是接投诉电话 做调解工作 多好 他们的吵架 锻炼了你的业务 来 看看他们 来吧 一起见证这对 风雨四十年夫妻的 浪漫时刻 祝你们健康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请回请回 节目由中国广电 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广电5G192 全新号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再一次地谢谢 观众朋友们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